嗨 今天心情特别好 因为不一样的开工了 没有上大学 老婆用一段杂业的电话 因为安慰她说 满肚子的东西 有人倒得出来 有一个年轻人没考上大学 父母就给她找了一个老婆结婚 结婚以后就在当地小学教书 因为她本身没有教学的经验 所以不到一个礼拜 就被学生给轰下台了 回到家里 老婆为她擦了她眼泪 安慰说 满肚子的东西 有人倒得出来 有人倒不出来 没有必要为这个伤心 也许有更适合你的事情 在等着你去做 后来年轻人就出去打工 打工没多久 又被老板给轰回来了 原因是动作太慢 这时候老婆就对她说 手脚总是有快有慢的嘛 别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了 而你一直在念书 怎么快得了呢 之后她又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每一个例外都是半途而非 然而每次她很沮丧地回来的时候 老婆总是安慰她说 哎呀不要紧 下一个工作也许更适合你 老婆的安慰当中 从来没有过埋怨的 三十多岁的时候 她呢就凭着一点语言的天赋 就做了聋哑学校的辅导员 后来她又开办了一家残障学校 再过了几年 她在许多的城市都开办了 残障人的用品连锁店 现在叫做身心障碍者用品连锁店 她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了 有一天光明成就的她 回过头问她的太太 哎 我在应征工作时候 每次都被退货 我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那个时候 为什么你对我总是那么信心十足呢 老婆回答她很简单 一块地不适合种麦子 可以试试种豆子 豆子如果长不好 那一定可以种种瓜果 瓜果如果活不了的话 你就撒上一些荞麦种子 一定可以开花 因为一块地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它 也终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 听完老婆的话 她落泪了 老婆对她不放弃的信念跟爱 就像是一粒坚韧的种子 它的奇迹就是这粒种子 执着而生长出来的奇迹 因此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废人 只不过位子放对了没有 你不珍惜 给你金山你也不会快乐 你不懂得宽容 你再多的朋友都会离你而去 你不懂得感恩 再优秀也难以持续地成功 我常常跟学生分享一句话 感恩的心离梦想最近 上财经学的时候跟你讲说 感恩的心离财富最近 终起来就是告诉你感恩 但是感恩之外 如果你不懂得行动 再聪明都难以远梦的 最终不懂得养生 再治疗都难以痊愈长寿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废物的 就看你的位子放得对不对 今天很开心 因为凯伦老师说故事 回到了我最喜欢的录音室 想当初在这个录音室 就跟小龙两个一起配合 二十多年都走过来了 我喜欢他调的声音 因为我觉得 虽然我们现在要广播影像化 但是声音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今天你所看到的所有的画面 虽然都是固定的一个角度 但是这声音的呈现 就不是一般我们装的小minimine 可以达得到的 什么叫做专业 或者你只是用一个 手机录音出来就可以做节目 那是我不大苟同的 因为那个叫做不专业 但是如果手机是去做户外收音的话 那个自然的感觉 那又不一样 可是回到了专业的录音室 专业的录音室的调配 包括每一个文章的字句 你都会因为它的音乐的呈现 它的音质的一个调配 让我会觉得更有feel 我希望我们接下来的 凯伦老师说故事 给您的感觉就是更有feel 大家一起来省思 祝福大家 鼠年行大运 感谢观看 永远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